蘇政卿委員 接著請蘇政卿委員質詢 詢答時間為十五分鐘 好 謝謝主席 麻煩一下我們蘇院長 請蘇院長 蘇政卿委員 好 蘇政卿委員 辛苦了 蘇政卿委員 我首先在質詢的開始之前 我想先請你觀賞一下 這一次被譽為我們史上最美燈會的屏東燈會的影片 我先請你看一下 蘇政卿委員 我相信這次我們的政卿 我們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這一次我們屏東燈會十七天下來 我們累計了一千三百三十九萬人次 帶動了屏東整個經濟的產值大約有一百三十億 那麼網友裡面呢 大家都說我屏東我驕傲 做一個屏東燈包含醫院 對這次的燈會 我們都是覺得魚有榮焉 應該沒有錯吧院長 對 好 那麼 其實我要跟院長講的就是說 在這一次屏東燈會在舉辦的時候 我們潘縣長跟縣府團隊真的非常的用心 包含著他在宣導的短片裡面 曾經提到幾句話 他說 今年的台灣燈會在屏東 這裡雖然鄉下一點 路途也稍微比較遠 但是屏東熱情開闊風景好 而且這個時節全台灣就是屏東這裡最溫暖 請大家都走幾步 來屏東玩 請大家都走幾步 多走幾步 來屏東出口 你做到屏東的館長 這句話 倒進了屏東的無奈跟心酸 因為屏東是國境之難 是我們台灣的最難便 這句話就是屏東我們的交通 真的比較不方便 我想屏東你應該有辦法接受我 做站在屏東人的立場 這個說法吧 一定會看完 屏東 高通的建設還有很多 可以再來努力 好 那麼現在我還要重新請你看一下影片 就是說歷年來台灣的燈會來看 歷年來台灣的燈會來看 觀光人次最高的四次 最高的四次 桃園 台中 雲林 包含到現在屏東縣 在新竹縣一拜第五 這包含的桃園 台中 雲林跟新竹 這四個管器 他們的燈會的位置都在哪裡 都是在所謂的高鐵站的附近 為什麼 因為這樣交通方便 在前五名裡面 屏東不一樣 屏東在哪裡 屏東在東港的大鵬灣 那麼為什麼人家其他燈會 這麼多人去看 他設在高鐵站的附近 為什麼設在這裡 因為取的就是交通的便利 那麼 我們屏東從這裡來設在大鵬灣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什麼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屏東的唯一的缺點 就是交通的不便利 交通的不便利 交通的不方便 那麼交通不方便 這一次整個屏東的這個燈區 燈會的參觀的人數非常的多 不過大家台灣的鄉親 甚至於是其他國家來的都說什麼 這一次的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交通是最大的不方便的缺失 所以我們交通部長也在這邊 也幫了很大的忙 單單在這個接駁的費用 就加補做很多錢 這一次調動了 九百台的一次九百台的接駁車 一片九百台 單單我們的接駁費用 就一億六千幾萬 可以說是也創造了紀錄 在這裡我要跟我們的議長說 議長 議長 平東交通真的很不方便 我們大大在說 我們希望縮短城鄉差距 也希望縮短南北的差距 我在每一次在質詢台上 我常講這一句話 政府要做到這兩點 不是只有口號 而是實際要去做 所以為這邊的典費先說 但是為了快點就是交通不便利 如果說能夠透過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我想今天的接駁就不一樣 如果說今天我們兩條高雄捷運 一條是大寮屏東縣 一條是鄰園東港縣 這兩條高雄捷運來當熱海屏東的時候 議長 你想想 這一次的所謂的接駁的問題 應該就可以比較輕鬆的來解決 我不知道院長 你是不是贊同我說說的話 屏東沒有完全的大眾運輸工具 所以又一樣 接下來我要請院長看一下 燈會成功 但是現在屏東最大的心聲是什麼 我還是要請院長 再看一下我們屏東人的心聲 我屏東 我屏東 我將要高鐵高階到屏東 我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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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至孫 乃至孫 高鐵到屏東 毋中的孫子 我只是高鐵高鐵到屏東 我屏東 我驕傲 高鐵高鐵到屏東 高鐵高鐵到屏東 我屏東 高鐵到屏東 毋手 耶 我必頌 高鐵高鐵到屏東 硬中 現在所選出的機長 現在在這裡的這個偕仙營 是在1900年你選選議員的時候 我想你來看到自己的賞品在這裡 一定有非常非常熟悉的一個感覺 你選選議員的時候說過這句話 屏東不是站穿毛巾 屏東是好酒店店店 因為這句話觸動到我們屏東人的心 你得到了非常非常高的選票 來當選省議員 現在你站在這裡你是行政議長 剛才我說的 我們屏東要怎麼解決到交通不方便的問題 在這裡我真的想要聽你的想法看法 屏東真的不能站穿毛巾 來 不好意思請你表達你的看法 來 感謝 在三十幾年前我在選的時 我們真的屏東 屏東人很萬壇 所以我第一次選選議員 他叫拜登年 我說人人說好酒店店屏東人敢就站穿毛巾 因為當時 我說你如果在高雄地露火車站看 在那 火車到路上路上路上走出去的一定是高雄人 牽著小孩排到行李 一個月台 冬過另外一個月台 等著要換車 那就是屏東人 因為 鐵路電器法 那種人才沒有高鐵 鐵路電器法只高雄 那時候 高速公路只有底調 到風山 我說 是屏東人做冰兼百年 或是落水打八節 不然 中大建設 靠都給他高雄 沒過高雄 到屏東 當時說出屏東人的心聲 後來有到屏東了 就是第二條高速公路 後來鐵路電器有了 但是現在就是隔天 也是跟他到責任 也沒有到屏東 屏東到這段也沒有節穩 所以剛才所立委 說出屏東人的心聲 也有很多壓扁 真的這是屏東人都感覺 跟不如人的地方 一個地方如果要發電 交通要先走 我很支持 所以在我前回 做行政議長的時候 我特別對當時 鐵路在屏東 它是一站八台 一站五台 再一站八台 這樣一直到 中秋 所以我當時開始 轉身五台 再上六個新的火車站 讓屏東 所以 沒想到說我 所以第二次再做行政議長 可能 現在任務又來了 我也知道 要打拼 拜託交通報 創一個更快的 讓屏東人 再進入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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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這裡 也要跟高農部長說 現在屏東 大團團 剛才包含影片 所講的 就是說 我屏東 我驕傲 高鐵高節到屏東 這真的是目前 所有屏東人 最大的心聲 我想 部長 你在這裡也有聽到 尤其是 醫長你很清楚 你做過屏東 管長 當然是 我們的屏東 鄉親 都要很多人 過隔壁局 甚至於 相反局 過在高雄上班 目前通過的屏東 只有什麼 只有現在 每天高頻的通勤人數 一天要7萬多人 甚至於在所謂的 交通的 的一個流量 裡面 就要達到 11.5萬量次 的一個交通量次 的一個行駛 你想 屏東 如果可以有一個 完整的運輸的交通網 甚至於是便利的 大眾運輸工具 對屏東人 是一種幸福 所以在這裡 我也很感謝 議長 你有責任 你有責任說 我們的交通部長 要對我們 屏東的 所謂的高捷 延伸 甚至於 剛才講的 高鐵 南移的部分 都要做通盤的考量 部長 才剛才議長這樣說 你是不是可以更加明確的宣誓 來給我們屏東人 最起碼 吃了一顆定心丸 不然我們現在只處理 大家先讓我們問 問什麼 總統屏東人 行政議長屏東人 立法院議長屏東人 水都在說什麼 要縮短城鄉 縮短差距 這個實際 要怎麼做 部長 可以回應一下嗎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你說的 也是政府現在的目標 所以高鐵 延伸屏東 我們已經排了4月2號 要審查 可行性評估的報告已經完成 我們會加速 另外當然捷運延伸屏東 那兩條線 包括大寮 這部分 包括可行性研究 綜合規劃 整個委託案 也已經 高雄市政府正在辦理當中 我們也會同步來推動 另外一個跟委員報告 台鐵的整個南迴鐵路的整個連結的電氣化 還有未來接駁轉成 也是這一次其實在屏東的台灣燈會發揮了一些功能 還好高鐵台鐵的接駁 我們也會持續來完善 蘇立委 就這個機會 我要特別 剛才部長就說到這裡 我們屏東要感謝這次 頂飛時 我們中央交通部跟觀光局 真的動員最大的力量 來接駁車 不是九百台甚至一千台 到最後年 公路總局局長 副總局長就來作證 所以接下來 也要感謝 警察 健康人員 來支揮交通 所以 整個中央 不是只有經費 包括交通幫忙 包括觀光局 基層員工 和多年辦燈會的經驗 使得屏東燈會大大成功 這一點 要肯定交通部 觀光局 內政部 警察局 及相關部會 給屏東大力幫忙 好 絕對給他們討論 那剛才也講到所謂的高鐵問題 我要跟院長跟部長來講 別的國家都是長遠的規劃 我們今天或許高鐵需要的 不只是高鐵難以到屏東而已 我們希望看到是整個高鐵對台灣是環島的 日本北海道的新幹線 人家也已經通車了 甚至於在對華裡面 他們海南島也已經完成了所謂的環島高鐵 院長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看到高鐵環島 來帶動我們一個幸福台灣 我們台灣是不是應該要做長遠的規劃 交通都應該做長遠的規劃 然後分起來執行 因為人無遠力必有盡憂 所以規劃要放遠放大 執行要就地要徹底 這是應該做的事 好 院長 最後我剛才講的這個交通的問題 也謝謝我們行政院 還有交通部對屏東的激起 那最後就是說 昨天的新聞有報導 華印一下子解雇了2300多個勞動人口 就是老公 這個問題非同小可